大家好,我是永順 所以我發現兩個Huawei手機的錄音 是可以錄在我講話的聲音和遊戲的聲音 所以簡單來說,這個激究極 你沒有反block,你就死定了 即是說,如果你沒有反block 基本上是不用打這個遊戲的 基本上這場遊戲是貝多芬無雙 你打一下貝多芬就應該不會有問題 傷害兵不多,因為傷害兵器 起碼不會陰面地陰你 大致上是這樣,因為我也是看了Game Rift的攻略 畢竟都是有攻略,我一定看了才做到功課 所以,極運選擇方面 Game Rift推介了白麒麟 或者是幽約白書的單車友 所以我也是用單車友 因為我白麒麟是沒有極運的 黃金神龍 所以如果你不紋 如果你沒有貝多芬怎麼打 Game Rift推介你用那些 反block的東西,雷錘 總之,凡是反block的東西 你都拿著出去用就對了 對,傷害兵器是由浪狗放出來的 即是說,我們先做低狼狗 就應該萬事OK的 呃,4800一下,如果我火屬辣 OK 重點是,你們是一批服服對方 OK 你們是一批一批模式服服對方 好可怕 這樣就有點難搞 為什麼沒有大技會爆死人 樓上好像有白爆 試試 先看看 好像樓上是白爆來的 對呀,是白爆 真是白爆